这一节要介绍的是延续上一次我们介绍修坡 然后取得到安全的一个路基 那通常修坡取得路基完成了以后 如果遇到下边或是特别的陡峭 然后路也没办法取得太宽 那当然现场有一些风导木可以就近利用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会用风导木 变成一个横木 然后利用两只小镜木支撑 然后去取得更宽 或者是让游客登山客走起来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所以待会我们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做好修坡整地以后 加横木 然后用两只小镜木去固定的这个工项 让大家知道 我们刚刚在树林里面 找得到一根大概直径 十到十二公分左右的九球木 那因为九球在生长过程会有点点弯弯曲曲 所以我们所有的木头没有那么理想 刚好都会找得到直的 那即使是弯了木头 它还是可以用 等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以这根九球木为主来做横木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因为我们转过很多角度 大概是这个角度会最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修道路的形状 让它可以做 那目前来说前面的九球的那个地方 大概我们要稍微开挖五到十公分 把九球木稍微的埋到地面下 前面的影片有看到横木是靠两只小镜木去固定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现场找到的小镜木 那基本上大概我们会用封倒木为主 但是因为封倒木还是要取得比较坚硬的 因为一般来说封倒木会腐烂掉 那原则上如果没有 我们就会找萌芽或是侧枝比较多的 这种直的像这样子的一个 那直径通常会在四到六公分左右 这样的一个封倒木 然后小镜木的长度 通常我们大概会一个手背再加一个拳头 那基本上大概是至少四十五公分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整个放倒木的环境 如果它的斧直土很厚 有时候我们会再加深 加长小镜木的长度有时候到六十公分 那当然打下去看情况 如果打不下去 我们再做其他的处理 小镜木一边是平的 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继承尖尖的话 就直接用剂子 剂側面的方式 剂的时候 剂的时候 拉的时候 用力 往前推的时候 轻轻推 回来的时候用力 这样就完成两支小镜木 小镜木 通常我们大概会距离尾端 大概是一个拳头或两个拳头都可以 然后会试土質的情况 通常如果在比较硬的土質上面打下去 其实蛮难打的 甚至有时候小镜木会开花 所以概念上来说的话 我们会用 Valua 以Valua先引孔的概念 所以这个样子大概会引个十五到二十公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小镜木至少会取四十五公分 甚至有时候如果突然比较松软 我们会取到六十公分 那通常为了打 怕会打到手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简易的工具把它勾住 然后另外给人操作 避免去伤到手扶的部分 辅助工具其实只是要控制它 不要把小镜木打弯 或者是变形 在打的时候 避免用力够大 把这个小镜木打累的话 就容易腐烂 打下去小镜木的高度 大概是以横木等高 按理说打到一定程度 已经打不下去的话 小镜木还有一端的话 我们可以用剂子把它处理掉 把它剂掉 一般来说 横木弄好了以后 侧面 我们为了要能够排水方便 所以我们大概会试情况 在现场能够尽可能找得到的石头 我们就会在横挡木 跟泥土交错的这个地方 我们会先下 拳头大小的这种 当做排水层 有的太大 我们会用囊头再把它敲碎 所以会整个一整排了 大概都会先下这种排水层 那好了以后 我们大概 会再稍微的 把这个路面 就是一样跟前面的 那一节所谈到的 修坡 那有些枯枝虎叶 想办法就不要让它留在 这个上面 那因为刚刚 这一支是我们找得到比较弯 会形成这里比较窄 所以变成要再做二次的一个简单的 稍微再修整的动作 让它的路 可以看得到刚刚这边大概只有30公分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大概修一个至少4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宽 切出这样的路 让登山客 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 橫木跟石头跟泥土混杂的地方 大概就是我们最要夯食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靠着泥土石头 橫木才能够跟小镜木 跟泥土路面整个很稳固的交合在一起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修 上边坡比较高 下边坡比较低的那个泄水坡度 我应该会做一样的 我应该做一样的 我应该说 我应该做一样的 但是我应该去处理了 就是这种 但是我应该做到 这种方向 我应该做不少 你更多的 我应该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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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